嗨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我想和大家做一个秋冬鞋子的分享 然后分享一些我迄今为止购买过的一些鞋子 然后我先说一下我这边的一个天气条件 我是在美国亚特兰大,然后是东南部 所以我们这儿大概冬天的气温相对来说不是特别低 会有那么一两天下雪的时候 但是绝大多数时候都在零度以上十度左右 并且因为我们这边出门就是开车 可以走路的情况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 所以我在选择鞋子的时候会从百搭性 然后舒适度这样的一个考虑因素触发 像保暖性的话 基本上就不在我的首要考虑范围之内 今天我会和大家分享八双九双的鞋子 然后我会从价格最低到价格最高 这样的一个顺序和大家一起做分享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个视频 那我们就赶快开始 那第一双呢就是Dr.Martens的这双德比鞋 我从去年开始对他们家的鞋子就非常非常有好感 因为其实他们家鞋子第一是非常的耐穿 第二是我觉得非常的百搭 我从去年开始就会有穿他们家的一双厚底 然后高帮的鞋子 基本上就是你如果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配那双衣服的时候 那你把那个鞋子拿出来就肯定是不会出错的 然后今年我前段时间逛Asense的时候我又发现了就是这种低帮的鞋 然后我就想说可以尝试一下一个不同的这个样式来试一试 双鞋收到之后真的很喜欢 它是1641这个款式 然后是三孔的 它其实会有厚底 然后也会有薄底 我选择的这个是厚底的 其实双鞋子真的是很经典 然后你买了之后可以一直穿下去一直穿下去那种 它的一个舒适性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你再去应付这个日常的一个走路啊什么的话 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它的尺脉也是比较正的 会比较建议大家可以去穿一个黑色的袜子 或者说彩色的袜子 呼应你身上的某一个单品的这个颜色 在细节上面也会增添一点点小心机 然后如果有同学问我说那这双鞋子和高帮的鞋子应该怎么样选择 我现在个人觉得我会更偏向于这双鞋子 因为我个人来说我的脚踝是比较细的 所以说穿这一双的话露出一个脚踝 其实看起来是会更好看的 有些女生属于个子比较娇小的话 我也会比较推荐大家去选择这样的一双 因为这样的话其实你在搭配其他的一些裙子 在裤子这些单品的时候 其实在视觉上面会让你整个人的比例显得会更好一些 这双鞋子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 就是说重量 相对来说我觉得这双鞋子的重量肯定是比较重的 因为它是一个上胶的底 然后全皮的材质 但是我觉得你其实有可能第一次穿的时候 有一点点不太适应 但是如果你穿时间一久之后 我觉得重量是完全可以适应的 而且它这个重量的话并不会磨脚 还是什么的 就是对你的脚造成一个特别不舒服的感觉 总体来说的一个穿着感还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那第二双鞋子是来自于ZARA这一双 然后之前我又在Vlog里面和大家介绍过 大家不要看它是这个高帮鞋 但其实我刚才还颠了一下 这双鞋子重量要比刚才的那一双轻 我觉得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刚才那一双的底是橡胶的底 这双的底我个人觉得是泡沫的底 它这个底大概是有一个五厘米 那这双鞋真的很像BV的那一双 但是我个人觉得说它整个会比BV看起来又稍微秀起那么一点点 然后我还很喜欢这一个颜色就是一个橄榄绿 会稍微特别一些 但是在搭配性上面来说 又不会那么的去挑你其他单品的颜色 它整个这双鞋单价是190美金 我真的觉得它这个定价还是非泛泛良心的 就是你190美金可以买到一双这个真皮的靴子 然后先说一下它这个号码吧 因为它整个这个鞋没有拉链啊什么的 就全凭这样的一个绷带 所以我个人建议大家在选的这个鞋 尺码时候稍微大一点点会比较好 如果冬天你要穿后袜子啊什么的话 其实大意买也会比较舒服一些 这双鞋有一个缺点就是你不太容易穿 然后也不太容易脱 脱起来比穿起来会更费劲 那其实今年它这种鞋型真的是很流行 我其实今天分享的好几双靴子 都是这样的一个鞋型 有很多人会觉得说 这样的鞋子会不会看起来就是特别蠢 但是我觉得其实这只是一个 每个人不同的喜好吧 对于我觉得冬天去买一双这种鞋子 在你整个搭配性上面 看起来会更加平衡一些 因为我们平常穿的一些冬天的衣服 都是羽绒服啊大衣啊或者说肩膀比较宽的这种衣服 选择一双这种稍微设计比较宽 比较大一点的设计 它会让你整身看起来就不会有头中脚轻的效果 接下来这双鞋是今年夏天的时候买的 它是来自于BOSS的这双小白鞋 我今年真的是超爱这种鞋型的鞋 这个地方它是一个皮质 然后这块是一个橡胶的质地 有很多人会觉得说 哎呀看起来好显脚带啊什么的 但是我想反正一句就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显得脚小呢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不能深究 一深究的话其实是没有答案的 那这双鞋它也是一个BOSS他们家设计 比较经典的一个款式 觉得夏天你在穿一些短裤啊短裙的时候 配这双鞋会非常非常的好看 它又会显得你的腿很细 那其实像在秋冬的话 我觉得它也是非常百搭的一双鞋 就如同第一双我介绍的Dr.Martin's的鞋一样 那这双鞋的话其实大家也可以在冬天 根据你自己衣服的不同然后配一些不同颜色的袜子 现在这双鞋我在网上是应该找不到这个卖的地方了 但是像在FARFARCH有今年秋冬重新出了这个白色的高帮和黑色的高帮 我觉得都算蛮好看 而且我觉得他们家这个鞋子的性价比相对来说是挺高的 推荐大家去试一下 是不是很多人看到前面那三双鞋子就是又大又蠢 然后感觉都快要看吐了 没事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双这种比较秀气一点 非常稍微女性化一点的鞋子 它是来自于韩国的这个品牌 这个品牌无聊不太会读啊 但是他们家是一个专门做包做鞋的这样的一个品牌 这双鞋子它其实整个看起来它的一个鞋型就非常非常的秀气 就很经典 然后它里面是这个红色的内衬 这双鞋是made to order 就是说你要买了之后那边才能开始给你做 所以在这个等待过程会比较的漫长一些 那这双鞋我觉得非常适合于通行的时候穿 它的一个号码尺寸选择的话 我会推荐大家去选择稍微大一号 因为它整个的鞋型会比较窄 如果说我选择正买 然后你的脚又会稍微有一些肉的话 那这双鞋就有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打脚 那这一回大家推荐的这些鞋子 都是平底鞋 然后现在会大家推荐几双高跟鞋 第一双这个是来自于韩国的品牌 Rakonin这双鞋子 是一双这种棕色的鞋子 Rakonin的话是我今年就是尝试过的一个 算是我买过他们家单品最多的一个鞋吧 不管是品牌寄给我 还是我自己勾入的 这双鞋大家看它不是一个说非常平淡的棕色 它是会有一些这种鳄鱼压门的细节所在 大家不要看这双鞋 其实看起来鞋根好像比较高 但它其实是会有一个这样的面 所以说舒适性上面会稍微好一些 而且他们家的鞋子我觉得有一个优点是 他们家这个高跟做的是很舒服 很喜欢它的这个鞋型 就显得整个人的这个脚非常的修长 他们一双和刚才的那一双是同一个牌子 还是Rakonin这双 这双鞋我觉得就会更适合于 对自己驾驭高跟鞋没有自信的女生 然后穿起来的话舒适性肯定会比刚才那一双就稍微好一些 但除此之外的话我觉得这两双鞋大家可以看 其实它的一个侧面还有一个正面 它的一个鞋头的这个设计是差不多的 基本上是一样的 这样的一双鞋子的话我觉得就会很百搭 我相信所有女生的衣柜里面冬天都会有一双这样的黑色短靴 这两双鞋的皮质都很好 大家不用担心 然后其实大家可以看我的这个手就很准 然后你穿起来就会很舒服 下一双我们要来点不一样的 它这双by far的一个漆皮靴子 是不是看起来非常的酷 就是我当时在网站看的时候 我就一瞬间然后就被它吸引 然后种草买了之后 我没有想到它的这双鞋跟真的是超级超级高 我觉得这双鞋跟应该有15厘米了吧 然后这双鞋我怎么讲 其实说实话它不是特别特别的日常 如果说你是一个不会怎么穿高尔鞋的人的话 我觉得它更是你不太能下雨的 但是我觉得这双鞋就穿起来就真的很有气场 它第一是一个漆皮的一个设计 然后看起来就亮亮的 第二是它这个鞋跟 你穿上就真的会立马显得你的整个人会很挺拔 买一双这样的鞋其实去应付一些冬天特殊的场合 还是挺值得拥有的 这双鞋我想着重和大家推荐一下 它就是这双来自于Provenza School的人白色的靴子 其实这是我买的类似的第二双了 正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它 所以又买了一双 我第一双鞋是这个 所以我相信大家应该会有印象 然后它是一双黑色脊皮妙 然后侧面是有拉链的这一种 然后是一个红色的鞋带 就是因为我觉得这双鞋它整个来说非常的百搭 又非常的舒服 所以今年我看到它新出了这一款之后 我就会觉得说 我衣柜里面正好没有一双这样子白色的靴子 那其实它的舒适性我知道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我只需要看它的这个外形是不是我需要的 所以我就压根没有犹豫 然后把它买回来了 买回来之后我立马就穿着它 然后和我一起出去旅游啊什么的 虽然说这双鞋它也没有就是拉链啊什么的 但是它很好穿 它相比Zara的那双来说 因为它的这个松顶袋之后会更宽一点 所以穿起来的话它的这个弹力会更大一点 第二是它的这个靴筒底 而且它这前面有两个这个袋子 所以你在穿它的时候 你的两个手就可以同时这样子用力 然后就可以把它穿进去 脱的时候也相对来说那一双会更大的好脱一些 这个白色的鞋我觉得在冬天来说还是挺把搭的 就大家不管是配牛奶裤啊 还是说配裙子什么的 而且它这一双的鞋子真的皮质很好 它是属于很有型的这种 但同时不会说特别硬 然后然后走起路外不舒服啊什么的 最后一双鞋 我相信大家已经见过很多次 就是Prada的这一双黑色的漆皮 它这个鞋跟会更夸张的鞋相比于刚才的 但是它的一个鞋型属于叫方不是说特别圆的那种 这双鞋今年其实也很火 这双鞋其实我到现在为止已经穿过很多很多次了 我觉得它舒适性非常的棒 并且也很百搭 并且其实这双鞋它从去年开始就已经有再出了 所以我觉得它不是说今年出完之后 有可能第二年就不会流行了 从它这个出的时间来看 我觉得这双鞋其实是一双可以穿很久的鞋子 同时这双鞋其实也是我今天介绍的鞋里面最贵的一双 但是我觉得买了之后 我觉得我还是可以相对而言穿回它的价值的 因为真的是很百搭 那以上就是九双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鞋子 我希望可以成功的给大家种了种草 然后我会把所有的鞋子的信息放在下面的信息栏 然后大家可以去查看一下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